离谱的安全漏洞 瓦斯漏了两个月 行人来来往往都闻到很臭的瓦斯味 结果瓦斯公司都没有派人处理 利点呢还是在人来人往的市集里面 这边要是有个摊子啊 建筑炒炸油锅都在这里 瓦斯要是被引爆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民众苦着一张脸抱怨连连 因为桃园龟山这个中河南路上 从两个月以前就一直飘出瓦斯味 不知道源头在哪里 让民众担心又害怕 地上一个一个的圆洞 都是负责这个区域的瓦斯公司 勘查留下的痕迹 虽然查出可能是 柏油路下的管线破掉 才从水沟卸出瓦斯 但从民众通报到现在 这浓浓的瓦斯气味 一直都没有中断过 我们会到现场先去查 如果很容易确确那个位置的话 我们一定会去做开发的动作 如果没办法是从水沟串出来的话 这个部分就比较困难去做一个 等于是确认那个地点的开挖的动作 因为它那个是市场 他们等于是收拾之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有开挖的动作 虽然外泄的瓦斯浓度不高 但泄气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底下 如果摩托车经过排气 或是民众打火机点香烟 都有可能造成危险 长期吸入瓦斯也会危害健康 申诉再申诉 业者却拖到现在才承诺 会用最快的速度抢修 这种慢慢拍的心态 是不是罔顾了民众安危 中文新闻简正风刘云轩 桃园采访报道